游客在路口扫描QR Code进行十连之后开心进场 这里是基隆著名的庙口美食街 在复试后逐渐恢复逛街人潮 虽然绝大多数游客都能遵守相关防疫规定 不怪是由少数民众拿下口罩边走边吃 基隆市政府累计资金以劝导80多位民众 昨天有摊商因为把这个面罩、口罩拿下来 被市政府开罚之后 其他的摊商基本上都遵守市政府的一个规定 到目前为止都比较少类似的一个情势发生 关于来消费的一个民众部分 的确有少数不守规矩的民众 拿下口罩边走边吃 那我们市政府基本上都有四组的一个人员 在进行宣导跟这个相关管理的一个动作 到这个目前为止一个礼拜下来 大概我们发现劝导的民众大概有80多位 那不过这些民众经过我们市政府同仁劝导之后 也就重新把口罩戴上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针对民众来进行开罚 另外在介绍庙口复事后 为了改善当地交通及人流而事半的中午11点到14点 禁止车辆进入措施 因为成效良好 牛油厂也宣布在延长实施一周到8月9号 发现在开市的第一天的时候 有很多民众来消费就把摩托车就围停在这个路中间 造成整个交通还有动线上非常的紊乱 所以我们从降二级之后因应庙口午餐的这个时段的人潮 所以我们后来就采取示范在每天中午的11点到下午2点 人山路跟便吉公前面实施车辆进入的这个交通管制 那一个礼拜下来成效是蛮好的 从开始管理之后呢 这个地方的人流还有整个交通的一个状况 非常的一个顺畅 所以我们也在这边宣布 这个延长的一个管制措施 我们将会再延长一周到8月9号 那也希望大家逐渐的一个养成这个习惯 那能够让这个周边的一个交通跟秩序 能够更加的一个顺畅 记者张旗潘进入报道